佛告大会,地听地听,善事念之,当未如说,佛告大会,一切法则为善,不善,无计,有为无为,世间处世间,有罪无罪,有漏无漏,受不受,大会,列说心意意识及习气,是无受因因,是心意意识习气,掌扬,凡义,善不善, 妄想,大会,修三昧乐,三昧正受,献法乐主,名为贤圣,善无肉,翻回来,一一二五,佛告大会,地听地听,善事念之,当未如说,佛告大会,说一切法则,一切法,那么底下都是简列的说,一切法,包括了三法, 不善法就是恶,无计,无计就是非善非恶,非善非恶,比如说,你看个电视,它也不是什么坏事,或者是你拿起筷子,这个动作也不是什么坏事,那么这个无计,所以说无计就是非善非恶了,杀人犯火,当然就是恶了, 对不对,那么造调铺路,那么念佛拜佛,行菩萨道,当然就是善罗,有微法,还有无微法,世间法,处世间法,有罪,有罪就是燃法了,无罪就是净法,清净法,有露法,还有无露法,受,意思就是心取凿,叫做直受, 不受,不受就是心不取凿,叫不直受,所以受是心取凿,不受就是心不取凿,这个也是法。 就大会大猎而说了,心意意识,就是八识的生命,以及习气这个种子,这个是无受音之声音,意思是人怎么来的,神从何来?神从八识天中种子,业力习气,转变而来,死往哪里去? 死跟着你的习气,造的善恶业,继续去六道轮回,脱胎,转世,只要你没有正得无罗的空性,就继续去六道轮回。 所以神从何来?神从无名来?种子习气来,死往哪里去?死往六道轮回去,如果是正圣国的,神从何来?神无所从来,如果正得真如,正得如来的法身,神从何来?神无所从来,死往哪里去? 神从何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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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神从何来神从何?神从何 这个摄身怎么来的?就是贪婪、财、世、明、十岁 造了无量无边的恶业 同时做了善事老是执着那一件善事 对不对?老是执着他那一件善事 这样子叫做是无受因之声音 那么无受因是什么呢?是心意意识吸气 而是长仰,长仰就是滋嫩的意思 就是你今天生灭的意识心、执着那个妄心还有妄境 这个就是长仰五应声 你就是会转世 长仰就是增加他的五应声的存在 长仰类似我们现在成气候 比如说低气压从太平洋的东边来 太平洋的东边,因为温度越高,蒸发了水气 就因为这个水气包括地球的旋转 那么它造成全球的暖化 全球的暖化,水气越多 卷起来的海面的水气就越来越多 越来越多,因为地球的旋转 由东边逆时针转到这个西边来 怎么样?就形成 所以这个台风 所以台风从地球的次道穿过去划一条线 所以北半球 北半球的台风是逆时针的 南半球的台风是顺时针的 南半球注意哦 台风 南半球跟北半球的方向是不一样的 从这个次道划一线 所以在台湾所产生的台风一定是逆时针的 穿过去东边,那么拉过来的时候 它就是这样子 那么这个是次道 那么南半球它就变成这样子 拉过去的时候一逆到拉下去 它就是转回来 所以南半球的台风是顺时针的 北半球的台风它是逆时针的 那么这个有心意意识的习气 而得掌养这个五应生 所以形成气候 它就变成了台风 我们的业力巨足就转化成人 转化成人,转变成人还不错 因为前世有受五戒啊 还持五戒持得住 一一二六 凡义凡夫啊 不了一切啊 为心建立的道理 以此啊 生善不善 善是为心啊 不善是恶 还是你的心啊 这是种种的妄想 简单讲善是心 不善还是心 可是呢 众生不懂为心 因此念念起不善的心 这个钱不是我的我想要贪 这个女人不是我的我想要贪 是不是啊 那么这个名啊不是我的我想要去执着 因此啊 践踏在别人的尊严啊 自己爬得越来越高 但是呢 这终究有一天会倒 凡是践踏别人的尊严 或者践踏别人的荣耀 而成就了 这个不是真正的成就 真正的成就 是德性的感化 而大家来认同你 那么这像金字塔的顶端 做任何事业都是这样子 用德性来感化别人 当然也必须用原则 用原则是治理坏人 有的人不讲道理了 那么用德性来感化好的人 所以孔子讲啊 德不顾必有灵啊 所以因此养成一个良好的德性 才能有办法入座的很长年 做任何事业都是这样子的 那不是一处即残的 而凡义呢 就生善念 不善之妄想分别 大会 修三昧乐 三昧为因 这种乐 得三昧的证受 证受啊 也就是一切法不受 不早已苦受乐受 忧受喜受 一些舍受 通通不可得 简单讲 正受就正得空性 一切法不受 叫做正受 如果一切法有受 那么这个就是偏激的受 所以修三昧为因 这种乐 而得到三昧的证受 一切就是现前的法乐 助为果 注意听 这里 从一开始 通通用三昧贯穿 修三昧为因乐 得三昧正受 以现前三昧乐助为果 你看 从头到尾 一句话 没有三昧 你就不是佛的弟子 真实的佛的弟子 这个三昧有多么的重要 所以修佛讲了 入佛正见难 入佛三昧难 智洁甚至难 所以一个修行人 心一定要有定 没有定 没有三昧 你的乐因生不起来 三昧是一切菩提的乐因 知道吧 三昧是成佛的桥梁 从正知正见 达到智洁甚至中间 用什么 一座桥梁 就是三昧的桥梁 没有三昧是永远 不可能成就无上正等正觉的 所以三昧是桥梁 那么我们要怎么样 来培养这个三昧呢 理一切像 即得真辱 你越着像 你也得不到三昧 也得不到真辱 所以这一段 含义什么大会修三昧 为因乐得三昧 正受 已以现前法乐 安住于三昧 为果 也就是成就 存上无漏的法 所以说 没有三昧是成不了佛国 也根本就得不到涅槃 用你听得懂的名词 就学佛的人 心又有定 听完不要受人事实地物的影响 路路不动不取相 名为贤圣 纯善之无漏 主事 受 受不受 受法 无受法 受就是取 若心生去着 就是受法 若心生不去着 就是非受法 列说 心意意识 及习气 是无受因因 是心意意识习气 而言 心意意识 及习气 是生死之因 那么无因 为生死之果 以为不了心意意识习气 所以有六戒 所以有三戒 六凡 有露出妄想 刹那生命 这几个字很重要 以为有意识 心意意识习气 掌养 掌养就是真真家家 真真减减 使它形成气候 使它形成气候 这个掌养就是我们讲的 氛围 有那种氛围 将来会形成一种气候 就叫掌养了 所以有三戒六道 法六凡 有露出妄想 刹那生命 所以刹那生命 十五生命 又此为是 一切法为五因 来显示诸法生起之因 也就是诸法以五因为因 五因以心意意识习气为因 方的增长 所以称为掌养 凡 一善不善妄想 不善就是二 也就是说凡 凡亦以此 由心意意识 及习气为因 所起之一切法 神善 以不善之妄想分别 因为一切法 既由心 亦以意识为因 这一切诸法 即以不离自心 之所建立 所以说万法 因心成体 就是这个道理 就是这个道理 不离心 而凡亦不了 至心见力 故忘其分别 而之五因为十有 并一之计 有十我 而造世间种种有肉 善恶之业 修三昧乐 三昧正受 献法乐柱 名为贤圣善无肉 三昧为因 法乐柱为果 此为三圣贤圣 所共修之无肉法 以诸先圣人 修三昧力 了一切 唯心限量境界 所以 观此五因如幻如化 而得献住法乐 成就 纯善之无肉法 修邪佛道 大小圣 有一个共同的原则 才能成就无上正等正的菩提 哪一句话 是大小圣共同的原则 就是照见五印皆空 照见五印如幻如化 简单讲 就是不要为这个色身太忙 搞得太忙 就是这个意思 一贯佛告大会 地听地听 善师念之 当为如解说 佛告大会 所谓一切法者 为善法 不善法 无计法 有为法 无为法 世间法 处世间法 有罪法 无罪法 然法 敬法 有漏法 无漏法 有受罚 不受罚 大会 大会 大烈 大烈就是说 三藏十二部经典太多了 只能简列的说 叫做大烈了 大烈而说就是心意意识 这个是指八世 这八世 由于凿进化作一念的生命 还有那个习气 习气就是指种子 无量节来囤积的种子 这个就是五寿因之声音 意思就是生从哪里来 我们这辈子怎么会变成跑出这个人的色身来呢 就是无量节来的心意意识 种子加上习气变化出来的 借着父母的因 父母的缘 而变化真正的因 来自于自己的无名习气 种子 所以事实上 我们每一个人来出生 由于跟父母亲的阴影 那个就是供业 供业 所以有时候儿女出生 怎么样 有一点像爸爸妈妈 但是 每一个人都是自己带业力来的 所以有时候 这个一出生的时候 就好像不是我生的 面相也不像我 个性也不像我 这个孩子怎么来了 看起来像那个送瓦斯的 哎呀这个人糟糕了 我出国的时候 还有来叫人在那油漆 夜看夜像那个油漆的 这很糟糕 所以每一个人 跟父母有一点共业 但是他有别业 所以做父母的人 你只能生他的身体 你没有办法生他的业力 没有办法 你没有办法生他的业力了 没有办法 以五寿音为有 是心意意识 及习气而得掌养 凡亦不了此一切 唯心建立之意 于此而生善 以不善之妄想分别 大会若修三昧乐 得而三昧正寿 以现前法乐中注 是名为贤善存善之无路法 所以这些说法 一定要记住佛陀那句话 首智奉道祈道圣当 这句话你一定要牢牢记住 首智奉道祈道圣当 智就是智器的智 就是我们在听法 不用听很多 了解一句法 而这句法 担刀置入的 就一直深入的去观照 观照到没有能锁 法这样才能受用 法这样才能受用 所以在座诸位 如果我们不守智奉道祈道圣当 是为什么 意思就是学习辅导的人 要抓住关键 要有志气 要守着奉道 你就这样子 一直弃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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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的人听了很多 然后用表层意思 听一听 右边来听 左边忘了 左边来听 右边也忘了 听一听 这是结言 师父你继续在说法 师父你继续在说法 没有错 我已经讲了 对不对 能言经 能切经 本身怎么样 他就是用 肤浅的学习态度 出现了学习态度 佛在世的时候 有一个笨笨的 然后 我们的弥陀经都讲过了 佛就叫他扫地 扫地扫地扫心地 心地不扫空扫地 扫地或者扫帚 扫来扫去扫来扫去 后来要扫阿罗汉果了 哦 原来佛陀叫他扫地是扫心地 不是扫外面的垃圾 是扫里面的垃圾 人家集中火力 就扫阿罗汉果了 今天的修行就是这样子的 不是听了很多法 就一定受益 是有志 守这个志奉道 祈祷盛大 你不奉道 那你有什么用 对不对 契不入 契不尽吗 无法契入 一二七大会 善不善者 尾巴是何等尾巴 尾如来仗明是仗 心意意识 即五四生 非外道所说 大会 善还有不善 是怎么样 为巴是 那为巴是 从巴是里面 就包含了善不善 当然这里面分析还颇多的 很颇详细的 非常的繁琐 何等为巴 什么 哪里是巴是呢 为如来仗明是仗 在这里要稍微注意一下 如来仗 叫做真心 有体性的真心叫做如来仗 或者是叫做开悟大悟见性后 所产发出来的不生不灭的本性 叫做如来仗 什么叫做名为四仗呢 四仗就是旺 但有其名而无实体 意思就是 如来仗是真心所显露的 四仗是旺心 就是巴是 所显露出来的是生灭的 如来仗是不生不灭的 四仗是生灭的 好 再来要注意听 如来仗如水 四仗如浪 四仗如浪 简单讲 三面仗就像起的大浪 小浪 微波 连移通通通叫做四仗 大浪 还有小浪 还有连移 你拿一块石头 投入湖中 它起这个微波连移 名为四仗 所以啊 四仗 但有其名而无实体 而如来仗是真心而有本体的 而有体性的 良者是不义不义的 是不义不义的 如来仗 其性 啊 然后 生灭 但是悟到 神灭 就是不生不灭的真心 所以 心意意识 及五四仗 心 就是第八 意 以及第七仗 意识指第六仗 以及五四仗 身 身意思就是 因为眼而鼻舌身 这五个加起来一起讨论 叫做五四仗 身就是多 干脆不要一一讲 叫做五四仗 众多的意思 众多的五四 眼是耳是鼻是 蛇是 身是 一起讲 为什么叫做 眼而鼻舌身 一起讲呢 因为都是对境攀岩 它的功能都是对外境的攀岩 功能一样 所以一起列为 一起谈 眼而鼻舌身 所以外道所说 意思就是 外道没有能力建立这个八四 如果佛 没有佛 来 建立这个八四 凡夫哪里认识这个八四呢 那是不可能的 所以八四 为佛 有能力建立 有两种力道 为佛能说 一 建立 慈方三世一切佛 连大菩萨都不能自戒 连大菩萨都不能自戒 因此啊 啊 这些阿罗汉啊 神文元节菩萨都不够资格 任何一个比丘都不够资格自戒 为佛能够自戒 同样的道理 八四也为佛能够建立 这八四没有佛 没有任何一个人 体悟到这么深的道理 没有办法建立这个八四 没有办法了悟这么深 这么维系的东西 为佛能够建立八四 为佛能建立建立 为佛能建立八四 一贯的大会 所言善法 以不善法者 即为八四何等为八 为如来章 以名为四章 心意意识 即五四身 此非外道所能知能说 全论此为名是善恶 本如来章 同显八四即不生灭 上面说生灭不出善恶等法 现在解释说 所谓善恶即在八四 依照善恶 通通在八四 所以你牢牢记住 八四就像一个仓库 好的种子放进去 坏的种子也放进去 这样就容易理解八四 八四就是仓库 如来章 名为四章 意为其体为如来章 转名为四章 转名什么意思呢 因为妄动 也就是四章 但有其名其体不动 言是一如来之章 事故于佛果未上 但转其名不转其体 最再胜不争 再凡不减 体无生灭 记得这句话 无论你今天你在地义 我们的体并没有生灭 无论你今天转化成人 也没有生灭 但是问题是不能觉悟 不能去领悟 不能领悟 就好像在生灭 而生灭 当体即空 其实就是不生不灭 所以大梦谁先解呀 谁能够理解 因为我们在这个世间 是追求错误的东西 因为你用生灭心 去追求这个生灭的假象 你所得到的一定是 落幕 痛苦 不会有快乐的 幸福如果建立在生灭心 只作为生灭境 这个幸福建立不起来 不可能得到永远的幸福 比如说唐贤宗 对不对 唐贤宗 杨贵妃 到最后 安禄山 叛变了 叛变了 怎么样 他跟杨贵妃 逃了 逃离开 最后 一个皇帝还要逝死 就是说 你啊 不 不把杨贵妃逝死啊 我们呢 所有的 这个战场上的战将 通通不动 我们绝对不出兵 也不替你打天下 那唐贤宗 没办法了 对不对 用断带啊 白色的断带啊 上吊啊 杨贵妃啊 就被 刺死了 但是呢 唐贤宗也很糟糕 他 流亡以后呢 人家 他的儿子啊 就 就是后面呢 就起来了 就治理为皇帝了 治理为皇帝了 所以这个命也很坎坷 华青池啊 里面那个海棠啊 海棠啊 我在电视上有看到啊 海棠 那就是 海棠花啦 那个杨贵妃沐浴的啦 哦 那个 算是一个 现在的讲究者 按摩液缸啦 按摩液缸啦 哇 那个搞了那个洗个澡 就搞了那么大 啊 我们现在的洗着澡 那么简单 水龙头一冲啊 肥皂 两分钟就OK啦 对 杨贵妃洗澡怎么洗的啊 我看那个 大陆那个 节目啊 他说 杨贵妃的洗澡啊 用那个华青池 里面还放很多的花 很多的花 然后啊 花得很香喷喷喷的 香喷喷的 哎 所以啊 霍宫家里有三千啊 集三千 宠爱一生 就是指杨贵妃啦 那阿玛是死阿,阿玛不好阿,也没有用阿,是不是? 所以,很不幸才会脱胎成皇帝了,很不幸了。 所以,诸位,学佛应当求生净土,成道,千万不要说,我下辈子要成为什么皇帝呀,国王啊, 或者是,我变成皇后了,皇后就很麻烦了,后宫真仙传看一下就不敢当皇后了, 稍微有个生硬,想尽办法搞掉你,对不对? 什么色香啊,什么夹竹头,什么毒药通通来,是不是? 当皇后啊,不好当啊,是不是? 我看那个戏曲上的,哇! 哇,那个杨贵妃穿那个那一身那个头顶带了那么多的花冠, 唐朝的衣服啊,看起来很重啊,那个我来穿的话昏倒了,闷死人了,也不方便。 所以,看起来没什么快乐可说了。 当你啊,得大物解脱以后,站在高处的看这个反复的众生,很累,很辛苦,真的很累。 哎呀,他们怎么会活得那么累呢?而且,乐此不疲呢?如营足臭。 就像苍蝇啊,离不开那坨大便啊,众生也离不开那个欲望。 才涉明十岁的欲望。 接下来,言四丈者,以其由最初一念的妄动,而成为一切妄事之障,妄事之体,妄事之远。 啊,是称为妄,就表示不是真,就表示妄心的意思,所以称为四丈。 所以,认识四丈,就表示你啊,有清净的如来藏。 所以,认识坏的,就是好的。 认识自己的缺点,就是优点。 既然啊,八世但有其名,其体本如来藏,而如来藏本不生灭。 故必八世之生灭,亦但有其名,而成不生灭。 然而如来藏为无名所染,而其性恒,不辨,此随缘,而不辨之义甚深, 为佛能知,所以啊,说,非外道所说。 大会,五世生者,心意意识俱,善不善相,辗转变坏,相续留住,不坏生生,一生意灭,不结自心线,此地灭,于是生,形象差别色受。 大会,五世就是指前五世,前五世生,这是生起。 前五世要怎么生呢?他必须要有依靠。 他必须依靠于,第八世的心,第七意识的意,以六世俱。 俱就是说,前五世一定要后面做后盾。 第八意识,第七意识,还有第六意识,俱就是一定要依靠这三个。 第八,第七,第六,俱就是一起起来。 而且,随着善念,恶,指向辗转。 辗转,辗转就是种种的差异的变化。 变坏,变坏的意思就是说,这一念起来又消失,另一念起来又消失。 叫做,辗转差异变坏。变坏,差异变坏,就是生灭的意思了。 这个八世呢,从表面看起来,是相续流注的,好像没有断灭,好像是相续流注的。 那么这个生灭的相续流注呢,但是它不坏体性。 虽现有生灭相续流注,但是它不会坏这个本体身。 坏这个本体。 不坏身,这个身就是体的意思。 意思就是,也不会去坏那个不生不灭的体性,而有现种种的生灭假象。 那么一生一灭,如果是指前五世。 前五世来讲,生已即灭,所以一生一灭,生生灭灭的意思。 反义之人,不结自心所现的。 反义之人,从来不结自心所现的,生生灭灭的假象。 怎么样?当前五世离开境界的时候,简单讲,前五世离境的时候, 接下来,赤地灭。赤地灭的时候,生了又灭,灭了又生,生了又灭。 赤地灭的时候,意思就是当前五世离境。 赤地灭的时候,意思就是没有境界现前的时候,这个时候换第六意识起现前了。 第六意识有两种功能。 一,可以以前五世聚取。 二,也可以单独。 因为习气种子一直在,可以单独,叫做独头意识。 那么于是生,于是生呢,就是指第六意识。 于是生,于是就是剩下的,意思就是前五世,剩下的,当然就是指第六意识了。 前五世之于,所以这个于是指第六意识了,这个时候第六意识就是生。 这什么意思呢?当前五世离境的时候,赤地灭的时候,这个前五世灭,怎么样? 但是它会反过来,第六意识,会攀岩前五世落下来的影子。 广想,分别,令第六意识升起来。 所以这个是很可怕的。 我们说心圆意嘛,指的是,是指第六意识。 如草原上的奔腾,也是指第六意识。 心神不灵,也是指第六意识。 能言过去,现在未来,还是指第六意识。 还是指第六意识。 有时候,落入八世田中,那种种子啊,第六意识,要拿起来,再把它执着。 前进啊,前进,已经失去了。 哎哟,这个第六意识啊,是为了过去现在未来。 然后啊,那个恨意啊,或者是爱意啊,断不了。 啊,这形象,差别,色寿啊。 形象,就是根,对,六根,对,六成。 对于种种外在的形象,种种的差别。 怎么样,落下来的那个影子。 怎么样,执着。 简单讲,就是第六意识,执法成为实有。 就是,落下来的影像,他误认为,那个影子是实在的。 简单讲,就是执着于现在的影像,观念,认为那是实在的。 我们,第六意识就是这样。 可以去造作,种种的学习,把这个学习的观念,符号,搬来,放着。 每天都用这个工具,执着,那个是实在的东西。 而不晓得,那个是后人,所创造出来的语言,文字。 那么,假象,因言所生的假象。 因言所生的假象,又安利了名词。 第六意识,拼了老命,要去执着他。 所以,生灭,化作业力。 执着于生灭的假象,化作一股业力。 而这个业力不离心。 怎么样? 因为执法成为实有。 所以,只要一掉进去,那个观念,掉进去那种习气, 那个人就没有办法。 所以,你看看,新闻报导的,比如说一个女孩子, 单念,单念那个男的。 哦,那个就很辛苦了。 爱上那个男的。 那个意识里面,没有任何的空间,容纳别的。 还是一听到完,站得远远的,看一眼也没关系。 他可以一个月,怎么样? 很辛苦的等待,等待。 就是想要去看他一眼。 那男孩子也是一样。 掉进去单念的时候,也是很辛苦,很累。 很累啊。 又不敢表白,自己条件又不够。 闷在心里,人家也不晓得你爱人家。 那种痛苦啊,没有办法解决。 那你也没有办法劝,劝也没有用。 那个要等,要等待机会啊,因缘。 机会跟因缘,慢慢的叫化,慢慢的叫化。 所以这种形象差别,调进去意识里面的法臣。 射受就是直取啊。 取以为始。 第六意识,以五世攀岩境界,后落下来的法臣为实有。 形象差别,直取射受。 认为是实有的。 诊断把它贯穿一下。 大会说,前五世甚至升旗,必须以第八世的先,第七意识的意,第六意识的意识,去旗一定要,他们为依靠才能升旗。 而且随着善恋,恶恋之相,怎么样,辗转差异种种的变坏。 相续留住啊,这个八世看起来啊,有相续留住。 前六世直取啊,变成了八世的生灭。 但是呢,这个八世呢,这个不坏体性,而有生灭,幻化。 幻化的生灭,虽然有幻化的生灭象,但是不坏八世的体性。 接下来,前五世呢,一生一灭,生以极灭。 凡义啊,凡夫啊,之人。凡夫一致的人,从来不觉得自心所限的。 那当前,当下的五世离境的时候,那次第灭的时候,这个时候换第六意识生起,于是生。 为什么?前五世离境的时候,赤地灭的时候,赤地灭,就是五世,前五世离境的时候,叫做赤地灭的时候。 这个时候,于是生,这个时候第六意识生起来。 第六意识会反过来,且执着前五世落下来的影子,妄想分别。 令第六意识生,简单讲,第六意识是专门执着现有的境界,还有执着影像的境界。 这种形象,啊,差别,射受,就是第六意识的功能。 就是跟,啊,以臣的种种形象,所攀岩的,啊,种种差别的法臣,被第六意识所执起。 而第六意识认为,那个是实在的东西。 所以,在座诸位,生命如果没有觉悟,你追求这个生命,就像在追求影子一样。 因为你没有拥有真实的生命。 大物见性的人,拥有真实的智慧生命。 如果没有大物见性,开采出这颗本性,本性不生灭的真如涅槃妙性,你一辈子都在追求心中所显现的影子。 万法就是你心中所显露的影子而已。 诸识,无事生则,心意意识俱,心就是指第八识,意识就是指第七识,意识就是指第六意识。 这个是说,前五识生起必须第八,第七,第六识同时生起,善不善相,相辗转,变坏,相需留住,不坏生生。 为前五识,随善二境界之相,因为善不善相,辗转,差别变坏,相需留住不断,虽然生灭不断,然也不坏八识的本体,生就是体,指八识之体,一生意灭,生意即灭之意。 因为前五识对境而生,离境则灭,而外境迁留不住。 所以前五识,一生意即灭,然此生意灭,其性本空,故时无生灭。 这个就是前五识,生灭当中的不生灭,不结自心陷,次第灭,于是生,形象差别色受。 这个是说,凡义之人,亦不能节之之心所限,故于前五识,离境而次第灭的时候,反攀岩,前五识落下,落下就是落下了,对影子妄想分别。 而令第六识生,一识,也就是指第六识,以其为前五识之语,所以称为于是。 形象差别色受,为第六识分别,前五识所了别,只根成这种种形象差别,而色受执取之所,以为也实有。 主要,这个就是所有问题的所在。所有生死的关键,真如化作生灭的关键,就是色受执取,变成种子,变成一种心血。 这个就是,我们生死,就是色受执取,以为实有。化作一念生灭,就是色受执取,以为实有。 好像有人生跟宇宙,就是色受执取,执取,为实有。 人生,宇宙怎么来的,就是无名业力变现出来的。执着就有,而不执着,其实如幻。 这个就是一转而直,亦是法成为实有。 所以悟道的圣人,注意听,悟道的圣人,能善待自己的清净心。 没有清净心,活着很累。一切众生一定活着很累。 为什么?做师父的人就很清楚了。 我们呢,在教际里面呢,稍微有一点微微微小微小微不足道的一点名气了。 所以很多的众生都会写信来问 他的苦是能可以理解他是很辛苦的 因为他没有清静心 他把清静心变成煎熬 他把清静心变成负担 没有智慧的生命 两种就是负担的生命 没有智慧的人生是人生最可怕的贫穷 没有智慧是人生最可怕的贫穷 也就是一个人没有钱不算贫穷 在佛教的角度来讲 没有智慧是人生最可怕的贫穷 他比没有钱更贫穷 因为他没智慧 挣脱不了那种烦恼的智库 挣脱不了的 所以伯拉图说 一切现象其实我们的牢狱 讲的都有道理 是不是 我们的本性 本性如鸟一样被关在无音声里面 被关在十二阴影里面 被关在六路里面 十八戒里面完全关得死死的 大物见性啊 如鸟出拢 所以啊 你什么时候那只鸟心中那个真如本性 那种自由自在的鸟能够遨游于虚空呢 简单讲就是离象 象就是你的牢笼 现在我知道这个牢笼是象 那这个牢笼 对不对 离象 那么修行是点滴的功夫 今天放下一点 那个牢笼渐渐化作无形 渐渐化作无形 在南京啊 居士提出一个问题 请问师父呢 我要怎么样 能够在白天也没有妄想 能够在晚上也知道那个是妄想 能够在睡梦当中也知道 不会受妄想所影响 我说很简单 但是你做不到 一天订功课 念十万身 南无阿弥陀佛 就像祖师订的一样 那个祖师啊 是出家众啊 他统统放下一天订十万身 从早上 南无阿弥陀佛 这辈子事实要成就 阿弥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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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佛 其他事情不做 经教通达物明星星的 阿弥陀阿弥陀 你能这样白天也不打妄想 你一天念十万身有时间打妄想吗 那个祖师念到什么程度呢 那个祖师啊 晚上累的时候 躺在禅语上 阿弥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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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结果已经睡着了 人家看他的嘴巴 晚上睡梦的时候 跟他的徒弟啊 在旁边的时候 早上要起来 请师父啊 要起来啊 洗洗净啊 或者是洗刷啊 早上起来啊 要上早殿啊 来供请上人啊 上人啊 看到那师父啊 我在那边啊 躺着的时候 一天念十万身 没有时间打妄想了 对不对 啊 所以 这个是功夫的问题 你要肯自己定功课啊 就有办法 但是问题啊 你健康受得了吗 要有那个健康的身体啊 是不是 一贯 大会 比无事生者 唯以第八四心 第七意识 及第六意识 既时而生起 且随着善 或者是不善境界 而转转差异变坏 一一三零 然而此五四身所义之本体 也就是八四之本体 实在是相续留住不断 是故五四虽现有生灭之相 然其生灭使不坏 八四之本身本体 而能对境显出生灭 因此五四有生 又义生义灭 有生有灭 生义即灭之相 然凡义义不能截之 自行限量 故意前五四离境而至地灭的时候 反攀岩前五四落下之影子 妄想分别而令于是 其他的是第六四生起 第六四因此分别前五四所了别的根 曾成形象差别 而色受执着以为时有 一四五四 既相应生 撒纳使不住 名为撒纳 现在就告诉你 我们万法之所以撒纳 怎么来的 这一段就在告诉你 是因为我们的第六意识心 怎么样 跟前五四 因为前五四是原外境 这个第六意识 等待啊 前五四在原境 这个时候 俱语 就是同时 俱识相应而生 同时生起 同时生起 种种的思维 种种的善念 恶念 这个时候 无纪念 也是俱识相应而生 撒纳使不住 这句话重点就是说 所有的撒纳 都是第六意识心 心虚 着净 而来落入八四点钟 化作一定的无名 变成习气 而就生存的习气 变成无量解来 生死的动力 生死的动力 所以叫做撒纳 死不住 名为刹那 无法达到 永恒存在的 不生灭的真的自信 所以生灭怎么来的 生灭就是第六意识 待前五四 原境之际 俱识相应而生 撒纳使不住 不住就是撒纳 撒纳就是不住 就是无常 名为撒纳生灭之法 那我们就知道了 撒纳生灭怎么来 就是无名 就是妄动 着净以为死 然后熏成种子 变成习气 就变成万法 都是撒纳 而撒纳本宫 实在是没有撒纳 后面那一章会讲 主是撒纳使不住 此位 第六四因缘 前五四 因为攀缘 所以第六意识 因为攀缘 缘就是攀缘 前五四 而前五四念念千流 所以第六四 意撒纳使不住 一贯第六意识为代 前五四 缘净之净 巨石相应而生 生意 这撒纳使不住 是名为撒纳生灭法 全论 此臭之所以 读言 第六四为撒纳 法则为先前五四 第八 第七意识 皆无别撒纳相 乃是有 第六意识 有六四故有撒纳 简单讲 直接了当讲 第六意识 就是最强大的欣喜力 直接了当讲 就是这样 无论善 无论恶 无论无忌 都是有强烈的 第六意识 所欣喜而成 但是 如果 就两个角度 忘心 第六意识是贼 但是真心的第六意识 是妙智 妙智 妙智 转第六意识为妙观察智 转第八意识为大圆镜智 转第七意识为平等性智 对不对 短第六意识为妙观察智 接下来 一一三一 这大会 撒纳者明是章 如来章 一句声 四习气撒纳 五肉习气非撒纳 非凡欲所觉 既早 撒纳 撒纳 弄过不绝一切法 撒纳 非撒纳 以断见 坏 无为法 这大会 现在讲到 第六意识 那种撒纳 撒纳 它所依的那个本体 叫做四习 明四习 而虽然是讲四习 它的体不声不灭 即如来章 所以明四习 明四习 后面的补一个极字 那么就看得懂 这大会 六四之撒纳者 其所依之本体 明四习 就是如来章 四习是 但有其名无体性 如来章 就是有真心的体性 两个不一不一 接下来 说到第七意识 这个意就是说到第七意识 聚生 它一定 跟第八意识一起生 简单讲 第七意识不能单独起来 所以 第七识的意 聚生 一定跟第八意识聚生 由第六意识的习气 所欣喜 所以变成有肉 有生命 有撒纳 但是第八意识的体性当中 是不生不灭的 无肉习气 非撒纳 注意听 我们前面所讲的 种子啊 习气啊 都是讲 生生命命 这里可不是哦 这里讲的那个习气啊 是指 是指 善根的习气 福德 因缘 具足 大善根 大福德 简单讲 简单讲 你无量义气来 所欣喜的 通通 公不堂间 而非撒纳 简单讲 死不生命 所以这个习气 不是对妄想 不是对执着 不是对种子来说的 啊 意思是说 我们的法身 会命 是可以慢慢存在 啊 可以累积 可以啊 熏虚的 无 无露的 习气 非撒纳 实在是不生命的 非凡义 所觉 这个不是凡夫一字的人所觉悟 既早撒纳论过 不解一切法 撒纳 是非撒纳 这里要补一个字 撒纳 中间再补一个实 实在的实 讲整句 就看得懂 撒 不解一切法 撒纳 实非撒纳 补那个字 实字 实非撒纳 以 断 简 彼以外道啊 以执着这个断灭简啊 执着这个断灭简 就糟糕了 就坏了 涅槃的无为法 无为正法 万法都是断灭 他是认为万法都会败坏嘛 断灭简就看到 看到万法会败坏嘛 他认为 连那个 涅槃也不存在了 无为法也不存在了 所以就是 比外道 以执断灭简 而坏了无为的正法 等纪把它贯穿一下 大会 六四的撒纳 新习役 他所依据的 本体名为四障 其实四障 就是如来藏 这第七意识 说到第七意识 他必须以第八意识 与时寄生 而由第六意识的习气 所欣 故成为有肉 的撒纳 简单讲 第六意识 那个欣喜 就是最强大的欣喜力 能执着善恶无忌 然 第八意识的四题当中 这种无肉的习气 是无量节来 所欣承的 无量节来 所修的大福德 大善根 大智慧 等等累积而来了 这里的习气 不是指妄想 不是指妄子 也不是指种子 非撒纳 实在是不撒纳 实在是不生灭的意思 由于此意 很深 这种毅力很深 非撒纳 的毅力很深 非凡夫所能觉悟 记着撒纳论故 因为所有的凡夫 都记执着 撒纳论 撒纳无常 不及一切法 撒纳 是非撒纳 所以佛说 说到无常 其体性本不可得 那只是妄想所执着的 一个假象 假的妄念而已 空无自性 所以说到撒纳 其体性本空 实在是不可得 是非撒纳 那么了悟撒纳 是非撒纳 即见不生不灭的 涅槃妙性 而比外道 已知断灭见 而坏乱了佛陀 所讲的正法 波无英国 亦无无捏盘 自信可得 诸是撒纳者 明是藏 如来藏 六师之撒纳者 其体名为四藏 然指四藏 及如来藏 亦居生 是习气撒纳 亦 这指第七世 为八世以第七世 居生 由第六世之善 二习气 所熏 故成为 有肉 撒纳 无肉 习气 非撒纳 非凡义所决 由于四藏 非撒纳之生意 为八地 菩萨 能知 八地菩萨 因为正的无身法人 无身就是无灭 无身 其实是包括八个字 无身 无助 无意 无灭 但是讲了那么八个字 是太繁琐了 正的 无身 无助 无意 无灭 那个太繁琐了 直接了当讲 八地菩萨 正的无身法人 无身法人 就是没有生灭 生住一灭 通通停止 对不对 为八地菩萨能知 非凡义所能觉 何以过呢 以凡义之人 为记着生灭 不知生灭当中 又不生不灭 不生灭 且八地菩萨 以离生住灭箭 得无身法人 所以侧见四障 始不生灭 既遭萨那论故 不解一切法 萨那非萨那 以依附 既遭萨那邪论 为实 故不解一切法 所限之萨那 是非萨那 以此等萨那中 唯有非萨那 故 以断箭 坏无为法 彼一之断箭 而破坏无为正法 义贯一一三二 的大会 六四之萨那者 其所义之本体 名为四障 然之四障 即名如来障 那即如来障 第八是 第八仗是 第七末那是 祭食而生 以为第六四之善二 习祭所先 所以成为有若萨那 所以简单讲 六道轮回怎么来的 就是第六一世 就是欣其善二习气 所成长的 变成了一种氛围跟气候 形成六道生死的主因 就是这样 掌养生死 就是由意识欣喜而来的 人 第八 是 障体中 之无入习气 从来没有去理解 不生灭的 真如本性 涅槃妙性 没有 所以 二圣人 叫你灌无常 从这个角度讲 他不究竟 单刀之路 就去如不生不命的 尼环妙性 但是也不能说他不对 至少他可以 离一切的苦恼 世间的苦恼 不结一切法 所现的撒那中 有非撒那存在 然 比一负一之 断见 而坏 无为正法 前论 此节之重点 也就是这一章 讨论撒那 的要指为 有肉习气为撒那 无肉习气则非撒那 何以故 若有肉习气 非撒那 就成为常住不坏之法 有肉习气 如果非撒那 就变成常住了 就没有办法破坏它 若如是者 这众心因何 有能断有肉习气 而得解脱呢 意思就是 有肉习气是假象 所以我们能断 如果有肉习气是常住不坏 那谁能断它呢 是不是 若如是 有肉习气 非撒那 这成为常住不坏之法 若如是者之众生 因何 能断 有肉习气 而得解脱 正因为有肉习气 它是如坏 如梦的 不实在的 所以我们能断 能得解脱 所以叫做空无自信嘛 所以万法空无自信 你才能转嘛 如果有肉习气 那个有其自信 你怎么转得了啊 若无肉习气是撒那 这三圣贤圣一切断正乃至 断绝 妙诀 佛位 是果位 无量功德 岂不成为空无 因为它是撒那嘛 正因为它不是撒那 是真实义 则无时 旷大 解来 怎么样 当无人能成佛 而无量习气 而无量习气 则非撒那 一一一三二 一一三二 这大会 七世不流转 不受苦乐 非 涅槃音 大会 如来仗者 受苦乐 与因聚 若生若灭 是诸地 无名诸地所罪 凡义不绝 撒那见 妄想欣欣 大会 说到第七意识本身 它并不流转 不流转三界 因为它不是仓库 不能处存善恶的种子 因为它无体性 它没有体性 所以人死了以后 前七世都灭 唯剩下第八意识 所以 第七意识 不受 就是不承受 这个苦或者乐 不承受苦果 也不承受乐果 要承受苦果 要乐果必须要能够储存种子 才能发芽 苦有苦的种子 乐有乐的种子 第七意识 它只是附着于第八意识的见分 执第八意识见分为自我 它毫无体性 所以它不承受苦乐 而且也不是捏盘之因 因为它不是第八意识 它没有如来仗 不生灭的因 所以 而且 会为涅槃的因 为什么不是涅槃的因 因为第七意识 知道第八意识 见分为自我 但是它所执着的 并非是不空的佛性 不空佛性 它是真我 所以它不是涅槃的因 不是涅槃的因 只有第八意识 神灭 化作不神灭 才是涅槃的因 因为第七意识 没有办法储存 上二的种子 五六的种子 它也没有办法储存 所以它不是涅槃的因 这大会 如来仗则 之四受苦跟乐 如来仗 就像在这里 在这诸位 它这里 如来仗跟四仗 它一起讲 所以 并没有刻意地化开 一个真 一个望 在这里要稍微提醒一下 如来仗 所以生死的六道轮回因 就是如来仗 涅槃 那么不生不灭的因 还是如来仗 为如来仗所设受 所以这个如来仗 具有善恶种子 还有无肉的种子 所以 现在 献出了生生灭灭 若生若灭 是怎么来的呢 若生若灭之相 是怎么来的 是因为 受到寂寞无名的四柱 四柱地的无名 所欣喜 还有那个根本无名 叫做无名 驻地所醉 醉就是迷 因为迷惑了 内心本身没智慧 也迷惑了一切的境界 一直重复的信息 醉了 我们被境界所迷惑了 所以就受到两种生死 凡义 从来就不觉悟前五柱 无名 无名就是祸 祸就是烦恼了 所以 刹那生灭 邪见这个妄想 所欣欣 而说 一切法 都是刹那不住 悟道的圣人 一切法 刹那 死非刹那 一切法 刹那 本质不生 不灭 所以这些诸位 不能离开妄想 而求得涅槃 没有 离开 妄想 你就绝对 得不到 涅槃的真心 所以离开了波浪 你就找不到真正的水 好 再次做 我举个例子 看你能体会出来吧 好 如果 有一艘船 存在了很多人 这个船出去 刚好碰到大风大浪 大家在船上呕吐啊 很痛苦 啊 这个船 上面的人都呕吐 很痛苦 吐的啊 哎呀 五脏六腹都快吐出来了 就跟船长讲 啊 我们啊 能不能找一个没有风浪的地方啊 行驶 船长说 好 主位 我们把这条船搬到撒哈拉沙漠 请问 离开这个大浪 它没有浪啊 这样你体会得出来吗 离开浪 你就找不到什么 你找不到水 离开了妄心 你就找不到真心 所以 简单讲 万法你要回归当下 换句话说 修行 不怕妄想 不怕痛苦 不怕错误 从妄想里面 契入不生灭的无妄想 从烦恼里面契入清凉地 简单讲 佛法善用心的 所以 离开浪 离开波浪 找不到水 在这之外 离开烦恼 心 你也找不到真心 因此 修行佛道 就一定要在 那真正的妄想里面下功夫 去契入 不生不灭的 没有妄想的境界 接下来 一一三二 我再把它贯穿一下 说大会 第七四 第七四本身 如来藏者 他是色受苦跟热的 而与生死 跟涅槃的因 共聚 共聚 这个因 有生死的因 还有涅槃的因 通通存在 如来藏 因为具善恶的种子 所以 现有生 灭 有六道轮回 这个若生若灭之相 怎么来的呢 因为受到四柱的之末无名所兴许 所支持 同时呢 也受到无名注地 就是根本无名所迷罪 所以受到两种生死 而凡义从来不觉悟 不觉悟这个前五柱烦恼 所以刹那生灭的邪见 妄想所兴许 而妄认为一切法有刹那 一切法有刹那 不住 所以人家问 无常怎么来的 你会回答吗 现在会回答呢 无常怎么来的 无常 其实无所充来 义无所去 无常怎么来的 无常 因为我们内心的深处 无名 妄动 直起一切境界 由第六意识 彻底的欣习善恶种子 和无忌 这样 又反过来 大家注意 注意听 种子 种子 种子第八意识 善恶种子无忌 种子 其现行 就是第六意识 现行 前五识第六意识 现行 回过来 兴种子 种子 其现行 现行又兴种子 种子 其现行 现行又兴种子 种子又其现行 现行又兴种子 这样子一直重复 所以根深蒂固的无名 厚厚的一层无名 我现在举个例子 诸位 如果这是一棵树 如果一棵树 春观百花开 秋土黄叶落 诸位 那个树 今年落下一层的树叶 如果没有风吹开的话 明年这个树叶继续 堆了 有一层 第三年又堆了一层 是不是 这个树叶 落下来树叶 是不是越堆越多越多 对不对 越堆越多嘛 没错 那我们现在也是 种子其现行 现行又兴种子 种子其现行 现行又兴种子 为什么每一个人想修行 而觉得修行它很难 为什么 因为它无量异节来的信息 那个观念执着 改不了 改不了 没有办法改变 所以你不是说 你修了三年五年 你就有办法突破 无量异节来 来一种 就像黄河一样 偷天大浪或者长江一直推 长江后浪推前浪 你一下子有办法把它挡得住的 没有办法的 没有办法的 所以比丘们 远离才设名思税 远比你测试自己的定力更重要 测试远离就包括测试 你千万不要说我要去测试看看 我对男女的感情或者是欲望 不要 你远离就是遵佛的借力 你不要去测试 因为那个无量节来的 不是能测试的东西 没有办法测试的 无量节的力道太大 挡不住了 像排山岛 叶利跟西纪排山岛还一来 你修了三年五年你算什么呢 因为没有正圣果 所以我一直再三的劝导 比丘一定要远离居士 这不是没有原因的 两个都没正圣果 在居士没有看到你的优点以前 他就会先看到你的缺点 这样对吧 为什么比丘一定要远离居士 为什么尤其要远离居士 为什么 大家都是无名的凡夫啊 是不是 为什么要这样保持一个尊重 远离 在屋里看花若有若无 我尊重你 你也尊重我 那比丘如果说有一些习气 或者是缺点 那毕竟在生团 可以慢慢的处理 给他忏悔的机会嘛 是不是 你一下子跟居士接触太多了 他那个烙印在心中里面 就是 哎呀你看 这个出家人也不过如此 他是失去恭敬心 对不对 有个 如果有个 有个女居士啊 她穿着比较曝露一点的 比较sexy 比较性感一点的 对不对 来的话 没有 她也不怕 不怕遮遮掩掩掩的 有一天呢 我在那个 那个艺林也看到有一个 穿着个女众 穿着吊带的 嘖 哇那糟糕了 这还好当时只有我在 其他法师刚好不在 那该怎么办呢 我是要说他呢 说你这个穿这个吊带 吊到这个地方 应该怎么样来劝他呢 是不是 可是 可是又又怕人家不来交钱 他该怎么办 哎呀这真麻烦 很麻烦了 就是 我们呢 这个老船长啊 不会殷船了 是不是 要这个出身之毒啊 就麻烦了 所以在这诸位啊 法师为什么我们做这 如此的说 还有这个居士 有个居士啊 他穿的比较不节制 结果那个比丘 因为出家没多久 那个眼睛啊 就始终这样飘飘飘飘 一下子就飘到圣母峰 一下子飘到阿里山 这怎么飘都是那个方向 这个是很麻烦的 然后啊 那个女基丝 回去就说了 出家人差不多而已啦 就是这样子嘛 你看 你看看 所以这个我告诉你 这个女基丝 要是没有正性的时候 你这个比丘的眼睛 随便飘随便飘啊 是不是 他就回去就有话说啦 那还好我得到近视眼又善光 那很好 有一次 隔了几根柱子我在讲坛外面 一个女基丝 他就说 师父阿弥陀佛 我实在是看不到 又不能讲说我看不到 装作 我认识他 阿弥陀佛 自己说 其实我根本不知道是什么人 吐吐吐吐 这样吐吐吐的 吐吐的 因为实在是看不清楚吧 人家在打招呼也不能不回应 对不对 没办法啦 所以说 为什么 咱们要遵守如来的戒律,为什么大家都是凡夫咯? 是不是?所以如来治戒,欲来欲避,如必火坑。 为什么如来治这个戒律?因为那个不能测试的东西咯。 那个没有办法,你无量解来的习气太重咯。 太重咯,那不能用测试的,远离就包括测试,一切都OK吗? 是不是?来嘛,大家继续供修,大家来念佛,诵经,下课,个人走个人的。 你来,我们如此的出家在家合作,把那个法会搞好很圆满。 法会结束了,你尊重我,我尊重你,生死生殊殊殊。 为什么?因为在家居士也没有几个是挣阿罗汉果的吗? 怎么会不去看出家人的缺点呢? 所以在家居士对你很好,一转眼,他就会毁谤你。 你要牢牢记住师父的话。 你不要以为他现在对你非常非常好,人是善变的。 除非这个居士,他所见的皈依啊,有正信,武界啊,所菩萨界。 他来听见文化,他打死,他不敢说三宝一记过失。 你要是一个信心不记住的,他从来不听见文化的。 你试试看,表面对你非常好。 真的,人性的弱点就是这样。 人性的弱点就是这样,双重人格的。 双重人格的。 哎呀,师父,你怎么会看得这么透呢? 当然很透彻啦。 一一三三啊,注释啊。 七世不流转啊。 七世是第七世啊,不流转。 三界六道啊,此为解释。 啊,第七世,体空,也就是无生命。 以第七世,为内依第八世,外依第六世。 双依内外二世,因此即是一他其。 以一他其,故无自体性。 无自体性,所以是体空。 那么体空,所以没有生命。 因此第七世,虽然一笔远笔,然其思量。 切无有恒常。 以千念灭,不自后念。 所以是不流转。 非涅槃因,以第七世之,第八世之见分,为自我。 然其所记着的,并非不控佛性之真我。 所以不是涅槃的因。 好,在这举一个例子。 诸位啊,你看过这手帕吗? 这手帕。 这个手帕,第八意识就像手帕。 第七意识就像染料。 我这个手帕把它染成红的, 这手帕就是红的。 我把这个手帕染成黑的, 这个手帕就是黑的。 我要把这个手帕染成纯白的, 这个手帕就是纯白的。 手帕指第八意识。 好,再次诸位。 第八意识指手帕, 第七意识指染料,染料, 会染染色那个染料。 我请问你,如果魔术师, 只有拿那个染料, 能够变现兔子吗? 不行。 答对了,没有错。 所以说,第八意识的手帕, 虽然可以被染料,所谓染物, 可以变现成兔子, 可以变成鸽子, 可以变现,就是那条手帕变来变去, 知道吗?变来变去。 染料能不能变? 不行。 答对了。 所以,第七意识, 不是涅槃音。 只有第八意识, 那个手帕, 可以变这个, 可以变那个, 可以变这个出来。 就像魔术师一样。 能够容易理解吗? 如来藏者, 受苦乐, 与因具因, 指生死, 及涅槃音, 具就是共聚。 以如来藏, 转命阿赖耶, 乃真万何何, 所以生死, 与涅槃音一体共聚。 此为以如来藏, 随染静缘, 而造善恶因, 若随善缘, 则受乐性便在其中, 若随恶缘, 则受苦性亦在其中。 故事亦生死, 涅槃的苦乐之因共聚, 若生若灭, 以如来藏, 俱三个种子, 所以现有生有灭, 而以诸去, 寻凡往复, 无有穷尽。 藏性之一其中, 偏瘦, 然其体性, 则未尝俱来。 主位, 刚刚取的那个手帕, 主位手帕, 那个手帕, 染上黑色, 那个手帕有没有增减? 没有。 请问染成红色的, 那个手帕有没有增减? 也没有。 还是手帕吗? 只是被染色而已吗? 如果有一天, 把这个色子全部除掉, 这个手帕, 是不是纯洁的手帕? 对, 真度之心就是这样。 手帕永远存在, 真度之心永远存在, 染黑的,染红的, 都不能让这条手帕, 真简, 知道吗? 好, 因此任人经说, 生死去来, 本如来藏, 妙真如信, 就是此义。 一一三四, 是诸地, 无名诸地所罪。 无名诸地, 就是根本无名, 是诸地, 就是只目无名, 此是诸地, 包括一, 见一处诸地, 此为三界之见惑, 因以, 见到位上, 断一处, 断一处, 所以称为, 见一处诸地。 二, 欲爱诸地, 此为欲界之惑, 三, 色爱诸地, 此为色界之惑, 四, 有爱诸地, 此为无色界之惑, 此是诸地, 之目无名, 以无名, 诸地, 根本无名, 何称为, 五诸地, 无名, 在这里提醒一下, 为什么, 破无名, 见法身, 因为他见到真如, 没有真如, 就没有法身, 为什么破无名, 见法身呢? 这个就是, 天台中讲的, 无名, 纷纷破啊, 法身, 纷纷显啊, 就是这个道理, 以无名诸地, 根本无名, 合称, 五诸地, 无名, 你说这个, 根本无名, 就是唯细的无名, 破无名, 尽法身, 凡夫, 即为此无诸地, 无名之所谜罪, 故网受恶种生死, 一贯, 大慧, 第七世本身并不流转六道, 也不承受苦乐, 且飞为涅槃之因, 大慧, 如来仗者, 则受苦乐, 而予以生死, 以涅槃, 因, 共聚, 有若生若灭之相, 以受世诸地, 无名, 之母无名, 其无名诸地, 根本无名之所谜罪, 故受两种生死, 难翻译, 以不能及之词, 而为撒纳斜见, 之妄想所欣心, 而言, 一切法, 皆是撒纳不住。 一一三四, 父侍大会, 如今, 金刚, 佛设立得其特性, 终不损坏。 大会, 若得无见, 有撒纳者, 圣应非圣, 而圣未成不圣, 如今, 金刚, 虽今结束, 称量不简, 因何凡义, 不善于我引父之说, 以内外, 一切法, 作撒纳祥。 当, 复制大会, 就像金, 金子, 还有金刚, 还有佛的设立, 佛啊, 那么入念盘后, 得无量的设立, 得其特性, 这个佛的设立, 越败就越多。 以前呢, 我办的设立, 生了一百多颗, 得其特性, 因为法身啊, 无量无边啊, 无量无边啊, 终不损坏, 终不损坏, 这大会啊, 真正的修行人, 如果正得凡胜染境, 无见, 无见就是平等一相, 的真如相, 意思就是无相, 无见就是没有差别了, 如果啊, 这大会真正, 悟道修道的真正的圣人, 如果正得凡胜染境, 都无见平等一相, 真如, 那么如来藏, 真常自信, 这个时候, 还是有刹那生命的念, 那么这, 佛应非佛, 也是圣应非圣, 圣是指佛了, 那么佛当然就不是佛了, 因为他还有刹那嘛, 当然是佛了, 未成不是佛, 为什么呢? 佛真的不生命啊, 所以啊, 佛有八万四千颗色力值了, 那如金刚, 如金金刚啊, 最近结束啊, 寸量, 那量, 叫做寸量, 也由不减少, 因为从不争不解嘛, 因何凡义, 不善于我, 隐父之说, 隐父就是秘密, 佛一直说, 七世生灭, 七世生灭, 七世, 前七世, 心习变成种子, 习气, 其实就在告诉你, 佛说七世生灭, 目的就是显示, 不生不灭的本体的体性, 在这里特别在交代, 只要离开不生不灭的真如心, 统统叫做生灭剑, 统统叫做生灭剑, 就是世论生灭剑, 不究竟, 注释, 如今金刚佛设立, 今以金刚为用来代表, 虽在有违法中, 亦有非撒纳之性者, 佛设立则用来证明, 无为清净功德法体, 不但本身是非撒纳, 而且能令有为撒纳的肉身, 亦受熏染, 而化成非撒纳。 所以说佛, 你看, 金刚不坏身, 像台湾很多肉身不坏, 大陆也很多肉身不坏, 有今金刚及佛设立, 亦比亦如来藏性之究竟无生灭, 因前面言八世, 由于受无助地无名所心, 而皆有撒纳之相, 现在则显示藏, 自提如来藏清净心, 乃是唯妙不可思议。 虽然处于无量, 成老, 烦恼之中, 而其性者恒不变, 所以将之比意为如金, 如金刚, 乃之色力, 其性其得, 众无损伤。 当然这是一种比喻, 若得无见, 有差那则, 圣应非圣, 无见, 指如来藏, 凡圣染尽无见之性, 无见就是不分别了, 就是平等心啊, 无见之性啊, 不生灭的平等心, 真如自性啊, 为修道人, 若正得持如来藏, 凡圣无见正常之性, 而有撒纳则, 则佛应非佛, 圣者就是佛, 隐妇之所, 隐妇就是秘密。 因为佛说, 七世生灭, 目的在显, 不生不灭的本体的体现, 一贯, 富士大会。 如金金刚及佛之色力, 皆得其特稀有之性, 终不损坏, 非撒纳不住, 四丈如来藏, 亦如是, 得其特稀有之性, 非撒纳不住。 大会, 修道人, 若正得, 甚凡无见之如来藏, 正常之性, 而仍有撒纳则, 这圣人, 因非圣人, 而比圣人, 未成不圣, 如金, 以金刚, 随行多杰之数, 而其寸量, 有不减少。 银可凡义之人, 不善觉于我隐妇, 以秘密之说, 而以内外一切法, 作皆作, 撒纳, 不住, 不住享。 所以在这周围, 大圣佛法, 不是叫你观无常。 你到缅甸, 去到泰国, 我的徒弟, 到泰国, 缅甸去修行。 我就问他, 你去清静, 去外面掺血, 你师父怎么教你, 你清静的上人, 如何教你修行? 他说, 叫我观无常。 行, 著作, 我观无常。 五脏六腑, 都是无常。 吃饭, 大小便, 都是无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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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所执着, 无所执着。 然后徒弟就说, 我观无常, 就是无所执着, 观无常。 我就问他, 无所执着, 那念就是执着。 万华本空, 何以要观呢? 他一下子领悟不过来。 因为他去, 太缅了, 已经好几年了。 我说, 无所执着, 那念就是执着。 万华本空, 讲何来执着和无所执着。 然后, 他说, 我要观无常。 我说, 观无常, 有体还是无体? 我问徒弟啊。 若是无体性, 那空无自性。 即成断灭。 若有体性, 即成是自性间。 来, 试试看, 你为什么观无常。 观无常是空无自性。 空无自性, 无体性, 就是断灭了。 来, 试试看。 哇, 我跟他讲, 你去泰国啊, 柬埔寨啊, 或者是这些, 缅甸啊, 这么久, 师父啊, 随其赞叹你的精进, 有残学的。 不过, 我才告诉你, 大圣才是最究竟的。 啊, 我当然不好意思说, 你竟然没有摸起来。 也不能这样讲啦, 是不是? 这样认为你自大了。 所以我们尊重每一个法师的修行方式, 小圣呢, 大圣呢, 或者是藏传呢, 或者是汉传呢, 或者是小圣呢, 我们都尊敬尊重。 啊, 这徒弟这样回来, 我们这样对话, 不到两分钟, 回答不出来。 回答不出来。 完全回答不出来。 啊, 一一三六, 大会菩萨, 腹白, 佛言, 世尊, 如世尊说, 六菩萝蜜满足, 得成正觉。 何等为六, 注意, 这个六度的度, 要特别注意, 是度妄想心, 成不生灭的真如心, 这个叫做度。 如果生灭心, 没有转化成真如的不生灭, 这个就不叫做度。 这个度是超越的意思。 所以, 六度, 以度妄想心, 成不生灭心, 叫做圆满, 叫做具足, 叫做真正的菠萝蜜。 这句话, 稍微注意一下。 因为这本经典人切经啊, 可不是一般的经典。 这是自言, 自遁, 低一地, 成佛的。 临门一脚。 简单讲, 在这本经典的透着过去, 就成佛。 透不过去, 再慢慢来, 给个机会。 主是六波罗蜜, 波罗蜜就到彼岸。 波罗蜜, 有意为度, 以能度众生过。 怎么样? 烦恼的大海, 是涅槃的彼岸, 明知为度, 满足就圆满具足, 正觉, 就是无上正等正觉。 也就是阿罗多罗三秒三菩提。 全论, 此为济果觉, 而温六度之行。 目的在令, 行者, 募果, 起行。 这有两个角度。 两个角度。 能说不能行, 不是真智慧。 就是, 另行者, 募果起行。 而佛在经典, 行, 一定要行, 安稳行。 安稳, 就是, 你一定可以达到成佛。 简单讲, 戒为无上菩提本, 应当一行持境戒。 换句话说, 你走这条路, 要走安稳的路, 你就必须持戒。 最基本的东西。 这个行, 一定要行得很安稳的, 就是不能断断续续的, 或者不究竟的, 都不行。 目的在令行者, 募果起行。 募, 羡慕这个佛果, 起这个真实的行。 真实的行, 就是智慧行, 还有安稳行, 这个是真正的行。 能说不能行, 不是真智慧。 这进而, 即行而正果。 因为啊, 这个前面呢, 一直都在开示, 由于心之迷雾, 而有凡胜之书啊。 大会啊, 恐怕好谈。 那空的人啊, 万位, 悟心就足够了, 不必修行。 而若一断灭, 恶见之大坑啊。 多为天魔种, 过问六度之行为何? 佛告大会。 波罗蜜有三种分别, 为世间, 出世间, 出世间, 上上。 这个世间波罗蜜, 是人天行。 出世间波罗蜜, 是二圣行。 出世间上上行, 就是一圣行, 当然就是佛圣了。 主事, 波罗蜜有三种分别, 分别就是差别的。 此极为波罗蜜, 共有三种。 世间波罗蜜, 出世间波罗蜜, 出世间上上波罗蜜, 也就是世间波罗蜜, 出世间波罗蜜, 出世间上上波罗蜜。 全论, 这三种波罗蜜当中, 世间波罗蜜为人天行, 出世间波罗蜜为二圣行, 出世间上上波罗蜜, 为一圣行。 大会, 世间波罗蜜者, 我, 我所射受祭早, 射受两边, 为种种受身处, 乐色身相畏处固, 满足坦波罗蜜, 借人精进禅定智慧, 一如是凡夫神通, 即生凡天。 第一个, 讲不究竟的世间波罗蜜, 也就是生灭的, 生灭的, 意思就是, 世间人能这样做, 算很不错了, 可惜, 掉进去两边, 掉进去执着的角度, 有所执着, 就不是真正的究竟波罗蜜, 所以, 不究竟的波罗蜜, 有两种, 一, 世间的波罗蜜, 出世间的波罗蜜, 这个都不究竟, 要出世间, 上上波罗蜜, 那就是, 是大会, 世间波罗蜜者, 凡夫啊, 于此啊, 一切法, 都取我, 我所射受祭早, 射受两边的邪见, 为了什么? 为了求三界种种受生处, 乐, 色, 身香味处, 故, 满足谭波罗蜜, 我举个例子, 你比较听得懂, 比如说, 这个世间, 有很多善良的人, 这个善良的人, 造桥啊, 铺路啊, 设立奖学金啊, 盲农阴雅, 也很乐意帮助这些啊, 这个残障人士啊, 这些都非常的好的, 善行, 善行, 或者是孝顺父母, 所以啊, 政府啊, 就给你批一个彩带, 孝行楷模, 当年啊, 布施做了很多的善事, 政府啊, 发一个证书, 啊, 发一个证书, 哎呀, 寄人无数, 啊, 还有一种情形, 就是, 请这个领导, 给我们提个字, 提个字, 啊, 什么, 大慈善家了, 众生就是比较喜欢这个东西了, 大慈善家, 哦, 那个匾额啊, 挂在这个墙壁上, 大家来到他家, 哎呀, 说, 大慈善家, 哎呀, 救人无数, 他也很乐意谈这个话题, 哪里大水灾的时候, 我是怎么怎么的辛苦, 当然这也了不起了, 这种精神也了不起了, 但是呢, 离不开我像, 我所有的像离不开, 他很乐意做这种事情, 造桥铺路, 大家也很乐意执着, 所以到处啊, 都要一些领导的匾额啊, 或者是政府的奖状啊, 开一个收据啊, 给你啊, 怎么样子, 来自我趁烊一番, 好, 有的人做善事的时候, 叫了一大堆的记者来, 记者来, 你看看, 我行善事啊, 他也很乐意谈这件事情, 一谈起来啊, 没飞啊, 社福的, 乐在其中, 这个, 比世间人当然好啦, 但是他的, 着象的这种不失, 不究竟啊, 大会世间不如觅者, 凡夫啊, 一次啊, 起一切法, 我, 还有我所, 射受射射, 射受两边, 哎, 又无得两边协见, 为求什么, 三界的种种受身, 他不是要了生死, 是说, 我下辈子能够升天, 乐求啊, 设身相为处固, 有的人, 说, 哎呦, 我去绕军, 我唱一首歌, 台湾啊, 有些歌声啊, 这些军人的义工队啊, 义工队啊, 去唱唱歌, 为了免费的, 这个也算是善事, 做善事, 做善事, 满足坦波罗蜜, 所以这个啊, 有的用音声布施, 有的人用行动布施, 有的人用啊, 金钱布施, 布施, 都有多种, 但是, 就是着以我, 还我所, 接下来, 慈戒, 也不是说, 我达到无相的慈戒, 真如的慈戒, 不是, 忍入精进禅定, 智慧, 这里的智慧, 东通, 是指, 生灭的东西, 不究竟的东西, 比如是, 成就了凡夫这个五神通, 这个是外道最喜欢的, 外道唯一没有的, 就是漏进通, 外道所求的, 就是假象, 那没有漏进, 漏, 就是表示烦恼, 烦恼断不了, 照相捕失, 照相慈戒, 照相忍入, 照相精进, 照相禅定, 照相的智慧, 因为这样, 成就了凡夫的五种神通, 只是没有漏进通, 只有阿罗汉国有漏进通, 他们没有漏进通, 还有一点, 即生凡天, 意思就是说, 最后他的希望, 是怎么样, 生这个凡天, 凡天, 就是我们所讲的, 上天堂啊, 阿罗汉国人, 就是这种上天堂啊, 它就是上天堂啊, 咱唱三宝歌不敢啊, 那三宝歌是恶地种词啊, 不一样, 不一样, 完全不一样的, 这个叫做世间波罗蜜啊, 世间波罗蜜, 对不对? 一一三八一贯, 大会, 世间波罗蜜者, 为凡于一切法, 其我, 我所, 色授记着, 色授两边些箭, 为求三界种种受身处, 就是来世, 希望投胎更好一点的, 所以很多人啊, 就是我希望我下辈子啊, 投胎啊, 变成了很有钱的儿女, 或者有的人讲, 我下辈子要投胎更漂亮一点的, 有的人讲, 我下辈子要投胎一米八的, 我告诉你, 一米八不如一百五十八的, 我没有什么含义啦, 这个意思就是说, 求那个没有用的啦, 要有智慧啦, 以及乐求色身香味醋, 等境界果报固, 而满足谈波罗蜜, 乃至满足借波罗蜜, 忍波罗蜜, 精进波罗蜜, 禅定波罗蜜, 智慧波罗蜜, 亦如是, 成就凡夫之五神通, 即以身于凡天, 是名为世间波罗蜜。 全论持节中, 佛指出凡夫所修的世间波罗蜜, 有四种过咎, 以, 既找我, 我所, 我就是正报, 我所就是对一报的执着, 既找于正一二报, 叫做既找于我, 我所, 所以无度生之念, 什么都是以我为中心, 以我为中心。 有一个人, 人家那个歌星, 来唱歌, 唱歌以后, 那个是慈善, 哦, 前面人很多, 前面人很多, 然后他就拿了两千块出来, 哦, 某某歌星啊, 在台湾发生了, 某某歌星, 你看, 两千块, 随喜功德, 哦, 大家鼓掌, 鼓掌, 哦, 然后就介绍大家, 要行善行善行善, 到, 哦, 介绍完了, 他也, 募了不少的钱, 然后, 到后台来, 到后台就说, 嗯, 啊, 两千要还给我了, 他说, 嗯, 啊, 你不是不是的吗, 哎, 我能够这样子, 你一呼百应啊, 不错啦, 这两千块, 我要唱好几首歌了, 啊, 兩千块还给我, 啊, 那个主办, 嗯, 呃, 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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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像气球啊, 呻, 呻, 呻呻, 那这个风, 本来, 对他,哎呀, 很赞叹了, 后来啊, 两千块, 又要回去了, 啊, 呻, 人家对他的人格大打折扣 是不是啊 我就不会这样子 有一次农历年来 这个信徒 我不晓得他到底是为什么这样子做 结果他拿了一包红包供养师父 我一看因为我们有职业病 就这一包至少一万块 哇这个很发心 我要放在我的口袋的时候 他说师父对不起 那一包我弄错了麻烦你再还给我 什么 然后又还给他 结果他从左边的口袋拿一包很薄很薄的 风一吹就飘走了那一种的供养师父 我是不会生烦恼的 对不对 所以我是欠道说以后你们那一包要拿出来一千 先冷静一下 供养师父就拿错红包了 哇这个这些很奇怪的 二二一招一两边 则不能达于中道彼岸 三则为求圣报 圣处则不免生死 是则乐着六成 则非无助向不失 这大会出世间波罗密则深闻圆节 多射受涅槃故 行六波罗密 乐自己涅槃的 一贯这大会出世间波罗密则 为深闻圆节之人 已多射受取涅槃故 而已是地十二元行六波罗密 乐求自己得住涅槃之乐 是名为出世间波罗密 全论是为解释二圣之六度 为二圣人厌生死苦 去涅槃的 心厌心犹蠢 遂修六度 为求智力不得成佛 以其成至于自己涅槃乐中 故佛国无量功德不得圆满 一一三九中间经文 出世间上上波罗密者 解之心献妄想量射受 即以至心恶故 不生妄想 以诸气射受非分 至心射相 不及早 为安乐一切众生故 生坦波罗密 其以上上方便 作为六度 都是以离妄为本 如果不能离妄想 这个出世间上上波罗密 就没有办法成就 布施必须以真的无相布施 持戒必须以真的无相持戒 只要着相 就不能达到上上坦波罗密 这出世间上上波罗密 则什么呢 解自心献妄想量 四受 是截了一切诸法 都是以至心献的妄想量 四受就是以一切不生妄想 以及至心 怎么样 能所恶法 恶就是恶法 非有自体性 能言的妄心无自体性 所言的假象也无自体性 以一切法不生妄想 注意这四个字 以一切法不生妄想 不生妄想就是理想 不生妄想就是真如 不生妄想就是无相 不生妄想就是毕竟空极 六度 没有这四个字 不生妄想 不成为波罗密 不成为波罗密 真正的上上波罗密 就是以一切法不生妄想 简单讲 不思 没有能不思 没有所不思 就是我这样不思 没有任何一个人知道 我也一样这样扶持 我也一样这样扶持 是有很多人来到这个讲堂 很了不起 师父我注意 嫩言经 能且经 耶稣101 问他说 你要不要开个收集感谢状 不用不用 不用 他什么都不要这种东西 他既然我拿钱出来不思的 他就不要 倒是我告诉你 比较会麻烦一点的 就是那个水路法会 那个水路法会 你注意看哦 那个出了几万的 从来不会给常住带给困扰 都是那个出一百块的 都是那个出一百块的 来 有没有把我写上去 就开始就找了 哦 没有给他写上去 大大声的 都是出那个几百块的 这个带给我们常住的人 很困扰 他有权利这样查询啊 有没有名字 自己去找找不到 他 左马探发找不到 然后我叫101的师姐 下去找 名字真的找到 有啊 我们哪有拿你的钱 不把你的水路的名字写上去 我们哪抵得过那个 那个无形的众生啊 那个会来找血 血字的人耶 真的 有人啊 要写这个亡灵的牌位啊 那天晚上忘记了 整个晚上睡不着 为什么老是有人 来他这个脚啊 一弄 他又醒过来 奇怪今天怎么晚上睡不着呢 要睡着了 脚又有人去动他 后来想啊糟糕了 哪一个网址 忘记写了 立刻就补进去 就好了 所以我们承担不起这个后果的 你一百块的 我们也很珍惜 我们真的 你只要写上来的 但是有一种很糟糕的 很糟糕的就是 那个老菩萨来报名 乃菩萨来报名 他怎么样 他不会写字 不会写字 然后就讲 你那个 也报了那个王子什么名字 他又不会写 然后随便念一个音 后来他的家人来这里发脾气 这我们有写啊 有写啊 找不到 他因为只有 他不会写字 他只有念一个音 念一个音 他一定会写写完 哇 他的家人来这里很不满 很不满意啊 我们没有跟你误写啊 后来就看看 是哪一个人来报名的 那一天是比老菩萨 他不认识字 他只念一个音 念一个音 你像我妈妈 摸起 他要找谁 对不对 这准备的音 他叫做梦NT 一梦鸥梦鸥 最好的 对不对 因此啊 我们要了解 一切 波罗蜜都是不生妄想 而以未来的 猪六道的屈果 射受非分 非分就是非有其分 自心摄像不记着 自己的心中 对于所布施的 这个摄像是指所布施的金钱 或者是所布施的 比如说你布施一台钢琴 我不自作 这个小朋友家里很穷 我布施一台恶手或者钢琴 给他对于所布施的 这个摄像不一定是金钱 包括一切能用的日用品 一切都可以 叫做摄像 也不记着 意思就是 不会只作为六成的这些布施 简单讲就是不住像布施 不记着 为安乐一切众生 神坦波罗蜜 这个时候叫做 布施波罗蜜 坦波罗蜜就是布施波罗蜜 其上上方便 就是你要达到布施波罗蜜 就是用真如无相的波罗智慧布施 能没有能布施的像 也没有所布施的 这个物 没有所布施的物 这样子三轮体空 才能够达到布施波罗蜜 上上的坦波罗蜜 这一段 这一段把它贯穿一下 说出世间上上波罗蜜者 绝了自己 绝了一切 诸法都是自心 所限的一种妄想量 赤兽 对一切法 绝对不生妄想 予以自心的能所恶法 非有自体性 彻底的了悟 因此一切法不生妄想 连布施 神明 唐物脑 谁不失也不生妄想 予未来 诸六去国 射受非有其分 非有其分 就是不会再转世 非分就是非有其分 也就是 不会有六道轮回了 他这种布施 达到真如的智慧 所以 诸去 射受非分 诸去就是 六道轮回了 对于 六道轮回的果报 射受非分 绝对不会被六道轮回 所射受 也简单讲 就是跳出六道轮回了 自己在自己的心中 对于所布施的射向 绝对不记早 为了安乐一切 众生故 无条件的布施 无相的布施 三轮体空的布施 生坛 波罗蜜 其上上方便 诸位 这个布施 还得要注意 说啊 真布施 不怕假和尚 诸位 这句话刚好颠倒 真布施才要怕假和尚 那假和尚 他这个钱拿去造业 你怎么知道呢 也许他拿去造功德 也许他拿去做功德 也有吧 但是我们 真布施 还是要怕假和尚 诸事 是结之心 信妄想量 射受 其以之心恶故 恶 是只能所恶法 为结了一切诸法 唯一是依之心 所限量 而其射受取着 即如实之见 自心能所恶法 其富有自体性 与诸去射受非分 以其不救未来 六气果报 故意诸去之射受 富有其分 自心射向不记着 于自心中 对所思 之射向不记着 此即不注向不失 言射向就是 包括 该就是包括 包括一切 六成之相 神坦波罗蜜 其以上上方便 为菩萨一内心 外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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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所谓的相 凡走过 必留痕疾 疾就是相 相就是法 法就是境 境就是义 以外相 外法 外境外义 疾 疾 就是不早 以第一心 所以能源是六度 神坦波罗蜜 而以坦度 贯注度之少 做大法师 所以称上上方便 各位 修行 从懂得分享开始 懂得分享 就是不失 懂得分享 各位 你注意看看 你把好吃的东西 分享给大家 你人员越来越好 人家越来越尊敬你 那我们有一个同学 买了那个水果 买了那个水果 怕人家看到 怕人家看到 哦 一个人 怕 因为他想自己吃 自己吃 大家都知道这件事情 只有他不知道 他每次买水果 都用一种东西掩饰起来 那是他的钱 他的自由 我们不能批评人家 或许是 我们如果有钱 来买水果 是不是会偷偷包起来 偷偷吃 这个是不知道 那个时候是学生时代 然后大家都知道了 买水果 没有其他人的份 不过这个也 也是 有自己的看法 像我的练建国中学的时候 有一次去练跆拳道 练跆拳道 我们那个教练 每天一定要 测踢啊 又旋踢啊 结果 那个时候 在师范大学 急性 那就伸两段了 下来的时候 刚好碰到人家 卖这个爱玉兵 爱玉兵 那个爱玉兵 走到那一半 三四个同学 大家都是尽忠的 练台拳的 走到那边的时候 我实在是很穷 因为 也很不小心了 投胎成给苏玉兵 做儿子了 身上只有装波罗智慧 没有装什么零钱了 那没办法了 读高中 活很渴 结果 那个同学 走过去 刚好爱玉兵在前面 他第一句 我们那个同学 长得高 也壮 他就跟我讲 他说 我 走美国路线的 对不起 我从来不请客 你也不需要请我 真的哦 他就跟我当场 就这样讲了 是不是啊 然后我两只眼睛 一直看爱玉兵 他 不不不 不买一包给我吃 到现在你看 多少年了 我还记得 你看 才五毛钱 他一包都不买 给我吃 也不是很贵 我这两个眼睛 一直盯着那个爱玉兵 那个口又很渴 哎呀 那种感受 真的不会讲 那时候还没有出时间的 波罗蜜 那我 那时候 我就说 嗯 这么令死 没办法 人家不请我 他直接了当 就跟你讲了 我走美国的路线 不请客的 后来他成绩不怎么 怎么好 他 我来上课的时候 做笔记 notebook 做笔记 做笔记 很认真的做笔记 哎 他要来 向我借笔记 我说抱歉 我也是做美国的 不借 很抱歉 心肝的笔记 我爱玉兵出来 嗯 这玩意 你干什么 哼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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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哼哼哼 你老板就 哼哼 没被这趟看 哎 哼哼哼 哼哼 哼哼 哼哼哼 哼哼